我在 而且你当时级别还挺高的 我记得 我是H2负责人 我就想 我被搞定了 我就不需要我了 这个公司不需要我了 我能干吗 别人不需要 一个人在生活上 被需要才有价值 你当你不需要的时候 你其实就是温水那个青蛙 舒服 舒服的时候 你就快离死不远了 因为你越来越舒服 然后就 舒服到别的地方去 就像那例子说的 在人工圈养的这个条件下 生存的动物 野外很难成活 我觉得有一个同理的例子 是一个当年一个德高望中的企业家跟我说的 舒雨昕 假设我们就是一台车 咱们有个目标在往前开 你认为往前开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原点的话 不管你往左往右 往前往后 你都在往前 每一个方向都是前进的方向 因为你每一个方向都是在往前开 第二呢 你也许有一个目标 你也许觉得你现在装备一身都是合适的 就像这个女生 她一定有音乐才能 她还有语言才能 她有太多的证据证明自己 我这台车非常优秀 我一定能开到那个终点 但实际上 每一台车都是一边开 一边修理 一边换轮 所以你的技能是 一边走换一个轮 一边走换一个轮 你至少让自己这台车相对丰富一点 才能经历前面的风雨 可能的未知风险 等等等等 太多不可测性了 所以我们如果保护好自己终身 我就这一辆车的话 我换一两个轮又何妨呢 我刚才你们二位在说的时候 我写了四个字 叫进退失据 我为什么写下进退失据 其实我觉得无论成功还是失败 对于这位求职者来说 继续音乐梦想 还是踩一脚刹车 回到家里找一份能够养活自己 照顾家庭并且兼顾的工作 我觉得它都是有据的 进与退 无关成败 怕的就是失据 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就会去做 但是最怕的就是盲目 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你去追求音乐梦想吧 追求音乐梦想 我能成为歌星吗 我会唱什么呀 我应该怎么唱啊 不知道自己下一步怎么走 你回家吧 回家以后我干什么呀 我教学 我带孩子 还是我继续找一个酒吧唱歌 我也不知道 怕的就是这种迷茫 一迷茫 二迷茫 三迷茫 青春遗失 既能降低 不再适应市场 就会被社会无情地淘汰 我倒觉得你刚才那个说的对 应该问问这个求职者 你此时此刻 最能填饱你的是什么 一直以来在职场上填饱你的 我发现了 东叔 你是靠危机感活到的现在 你是靠危机感 作为你车的燃料 对不对 我作为主持人也是一样 我特别害怕某一期节目 我主持得不好 每一次主持完了 我都会认认真地复盘 不管这一天主持到几点 我们录到几点 我回到家里 我会把今天所有主持过的 这些选手的资料 我再看一遍 我看看我准备的哪些点 真正地实现了 哪些点没有实现 我有危机感啊 其实我觉得 应该让这个求职者明白 此时此刻 你的危机感是什么 是失去母亲 还是说 我的音乐梦想 不能继续下去了 那就让他 按照危机感去决定 他就是觉得说 我妈这个失去 我可以承受这个代价 但是我不能丧失 我的音乐梦追求 那就只能这样 感谢东叔啊 也应该感谢你自己 如果当年你在新浪 没有那种危机感 不会有今天的你 因为正是有 你们这些年轻人 我们就是危机感的 组成部分 是的 我刚才听到你说 录完节目 两三点钟 回去还把资料看一遍 当然了 你知道我看的时候 姿势是什么吗 第一次在观察室 这跟大家分享 我回去看资料的时候 我会把 我会躺在床上 两条腿 脚后跟搭在墙上 为什么 站了很长时间吗 两条腿都很肿 然后需要把腿 往回控一控 很辛苦吗 辛苦 但是我很快乐 因为我在为我 喜欢做的事情投入 雨昕你也是一样 你希望来招募到人才 这就是为什么 你一直参与节目录制 在这儿 也很辛苦 坚持的原因 我们都是有目的 才来的 目的也是危机感的组成 是的 你的追求 你的理想 你的目的 包括你对周遭的观察 都组成了危机感 是 问问你自己 你的危机感是什么 你能用危机感 来作为自己 前进的动力吗 如果可以的话 祝贺你 你和段东先生 有着一样的一个职场 好习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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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抖音每天中午十二点 非你莫属直播间 咱们不见不散